繼續去團隊 去翻譯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現場異例的掌聲 有請我們以聲唱 要成為明陽氣11月 路之出席時 歡迎由Mindy 謝謝大家 你們很開心 可以跟廣告打來的廣課 真的很開心 今天很免疫苗收到很多禮品 有公司的 有我們UncleUnty 就有我們的小師妹 發揮了廣州人的特色 又吃又拿 所以真的好像回到家一樣很開心 其實公司說這段時間做成績很好 其實我並不是覺得很好 我是覺得我是在做應做的事 講一下我們的故事 就是像我們所說的 做甚麼都要問為甚麼 為甚麼要做這件事呢 大家過去三年 其實我覺得大家所有的經歷是一樣的 在廣州和我們中國也是一樣的 即是三年內 可能大家經營了很多東西 或者是失去了很多東西 或者是甚至是門口都出不了的 我在這個三年內 經歷過很多次 是連續十幾二十天 在家門口都出不了的 這些過程 所以很多客戶流失 各方面也都有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 我都會一直在心思 我們應該做些甚麼 令到我們整個組織 整個團隊 包括所有的客戶都不要跌呢 其實我們是會 以前我們會做善下 因為做這個行業 其實真的要聚 我們不可以聚點辦 我們就馬上轉化為線上聚 可以線上培訓 線上會議 線上連結客戶 但是總是欠一些東西 對吧 所以你在去年 不是去年 不是去年 是今年 一月份仍是封閉著 因為我最記得 我的女兒說 媽媽 我說羊那時是一月份的 那二月份開始放開 但是當我開始放開的時候 我們大家還是嘔吐吐 因為疫情三年真的嘔吐了 你知道嗎 就像上次我們昨晚吃飯 我們的英雄台老師說 你在上次三月份 在澳門見到我們很多拍檔 都還在嘔吐 那些眼神都是迷網 真的是這樣 但是當時我在嘔吐的時候 發現看到一個新聞 新聞就說 我們中國開始放開了 很多傳統的企業老闆 包機 全部衝去外國搶單 你知道當時我看到這個新聞 是震震 好像被電電了的感覺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對呀 他們都全部衝出去搶單 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我是不是應該可以 帶動我們的夥伴出去搶單 因為我是覺得 危就是機 危機危機 當你前面有危 後面一定有機 所以我覺得過去三年 就好像一個 現在一放開 就好像白費待興的感覺 一切都是空白 一切都是等著我們 那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去搶單 當時我都在想 好了 我馬上跟公司 因為過去三年可能很多的考核 甚麼海外遊 甚麼ARO 甚麼外回購 其實大家是迷惘的 公司給了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公司每次問我說 你覺得公司最近的策略或政策 有甚麼補充 我說蛤 給不到 我們好像富二代 已經養爛了 你可不要給那麼多 你可否發覺 以前我們早期的時候 我今天 Uncle Unty 最早期十幾年前 甚麼都沒有 我們都要衝的 所以我發覺現在是養爛了 最關於甚麼呢 好了 每個月有特別的活動 每個月有些活動 導致最後的伙伴就不珍惜 覺得好像理所當然 有就有 有就沒有 拿到就拿 拿不到就算 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不行 所有一切是否握手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握手 就是令到我們向上爬 所以首先我自己才要農民白 我農民公司拿完數據 包括我所有 現在所有的伙伴 他要考核海外游 因為為甚麼呢 三年疫情之後 全部未出國了 所以我發覺這一次是一個契機 因為我們最終是要拿六個五 很開心 你知不知我是六個五 在中國是不可以說的 哈哈 在這裡是說 你知不知 我們最終是要拿六個五 這個生日要延展 但海外游是一個契機 是一個動力 是一個完全 就是我可以帶家人 我可以帶我最愛的人 例如小朋友 爸爸媽媽去 他是一個動力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動力很重要 因為要解決伙伴 我為甚麼要做 不是我可以為甚麼要做 是他為甚麼要做 我就問公司拿了很多數據 拿到數據之後 那個數據是甚麼呢 所有每一句 看到每一個伙伴 要考核海外游的 他的條件是甚麼 拿到之後 其實我們是不是要列名單 其實列名單 包括我們衝目標 都要有個名單 我們逐個逐個溝通 你可以以甚麼形式去考核 你可以做些甚麼 可以達標這個考核 你可以怎樣布局 怎樣協助 是真的逐個逐個去談 最後 當然有要去 有不去 有扁的 有想看東西的 也有我真的想衝的人 最後是108個伙伴跟我說 我要衝了 那我就把這108個的名單 都留下 當時我問 還有那些很特別 是甚麼一數 這麼對的 逼上梁山 108樓 我都跟他說 我們就是逼上梁山的這班人 是不是 我們都不做成績 我不帶動的話 你永遠就沒有目標 就很簡單 我要衝這個TE 我們衝的考核是三大一小部門 你不衝的話 你怎樣去設定 誰是你的大部門 小部門 那你不衝的話 你又怎樣帶動它 成為大部門 是不是 所以目標設定了之後 我們要鎖定 好了 回回頭 當你有了這些108號的目標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再向 高層的老師去溝通 即是先溝通了108號的海外遊 然後再跟上一層 你今年的考核還語 蛤 我現在才連經理都未必保得住 你竟然叫我考環語 不是開玩笑嗎 很多人是不相信 即是你發覺火部是不相信自己 即是三年疫情之後 真的將自己所有東西丟棄了 接著呢 我們要拿什麼呢 我跟他談 你這些名單 就是要考核布里斯班 要考核是不是要有個 即是等於你們考核維也納 是有你業績要求的 最少一部是10萬的 好了 這個大細部門就形成了 現在我們全力以負協助他考核 你的環語就開過了 然後他們就說 咦 又好像可以啊 就開始列名單了 所以這個月 其實我七月份是設定 上個月是有四戶出來的 這個月最少是有七戶的 都是這樣一步一步去設定 是的 設定之後就是什麼呢 要鎖定目標 我發覺我這個人有點神神的 那些人說 我升仙 是在法神經那個神下 升神的 因為呢 那些堅定信念這一句話呢 以前我覺得是很虛無飄渺的 我覺得那些老師在台上說 我們要堅定信念 然後我要感覺 我要找感覺的嘛 我就不斷去看視頻也好 看理論知識也好 都是不明白什麼叫堅定信念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呢 當我設定目標之後呢 我就是神神的 我就覺得一定可以的 無論誰撲我冷水打擊我 不行的 很難的 你不要相信啊 不要那麼容易的 傻的 我不聽的 我都說可以就是可以 所以呢 這麼多年考核呢 無論世界的四星白金也好 什麼都好 我一設定 或者每年創四星都好 我也都創過四星 我一設定呢 我就發神經說 一定可以的 誰都打擊不到我的 那你發覺最後都可以了 還有一件事呢 有個拍檔者在我家裡很好笑 她說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裡和你聊天 你來吧 然後她看著我 老師 為什麼你這麼奇怪 你留第一 你又不年輕了 就是我今年五十一了 然後她說 你每一年設定目標 你又去衝 還有第二個 你都移聲了 是不是呢 你的收入都OK了 為什麼你這麼博殺 做什麼呢 然後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這個年齡 在中國身邊 所有的同學 拍檔朋友 聊的是什麼話題 我退休金是多少錢 你知道嗎 退休金 我問你多少錢 我買了退休保險二十一年 所以我有兩千一元 你知道嗎 很恐怖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你身邊所有人都在說退休的時候 我開始想 人生就是這樣了 有沒有什麼感覺 奮鬥了大半世 當我們畢業的時候 衝上社會的時候 好像很有衝勁 然後奮鬥了 到最後退休 等來的就是兩千多元的退休金 我不可以這樣的 雖然我不是 我媽媽經常說 妹妹 你身邊的人都退休了 你有沒有退休金 我說 蛤 我不需要去扮退休金 原生經常都給錢 我也很煩 雖然是開玩笑 但我覺得 我回想一下 如果我們不去努力 就跟他們一樣了 大半世沒有了 我發現現在覺得 咦 照鏡 我精神OK 體力OK 余生補健蠅 吃到我們身體狀況很OK 我為何不去博曬一下呢 我可以說出來 我說 五十幾年了 我覺得我的人生裏 還不是最厲害 最令到自己很光光 令到自己很回味 那些很爽 還沒有 你們 所以她就說 你這麼做什麼 你還沒覺得是嗎 我說不是 因為為什麼 你還沒得 我這一刻 我是覺得 如果我有能力 令到我身邊 相信我的所有拍檔 都可以站上 成功的舞台 我覺得才是 我人生最高光的一刻 所以我是很博實 今年連EP都說 老師 你休息一下 你知道她是恐怖得怎樣 到星期五晚 我十二點幾 跟她溝通完之後 她就說 老師你要休息了 從此星期六日 來聽我的電話 不回覆我 她就說 她是覺得 她要迫我休息 明白嗎 她說老師 你穿什麼下去不行 她說 蛤 我鐵打的 所以當星期六找到EP 我很空虛直落洞 你知道嗎 神經病 她不懂事 她說死了 她不回覆我 死了 沒事做 她做什麼好呢 很害怕的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已經是去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我覺得 堅定信念 所以當我要定目標的時候 我不是說你要成星 你要去海外遊 我首先先跟大家說 我的目標是 今年重新挑戰四星白金還餘 而且我是一定得的 我計算下數 一星是這樣拿下 上半年已經是一星拿下來了 剩下的下半年 就是三星拿下來了 但是四星白金還餘 第二個 其實我的目標很高 我要挑戰除了一百零八戶之外 我是列了一個名單 你們剛才說的齊心血力獎 是不是 我是列了一個名單 是今年十二月最少有三十戶 齊心血力獎 是五十分至四百分 我自己一定是獲四百分那個 所以目標定下來 我以前很好笑的 十幾二十年前 他們都吃我 所以當時覺得我只是一個 好美好美 都未必成功地有它 為什麼呢 是我們表現出這樣 你知道當老師說 你要定目標了 你知道我怎麼說嗎 蛤 老師呀 那我做出來才說 會不會有些拍檔都這麼黏 因為覺得 萬一做不出來 講得出來 豈不是人家當我吹水 是不是 其實不是的 當我成長了之後 我發覺 就是要將自己擺上台 為什麼要不行呢 為什麼不可以就一定行呢 是不是 講得出來就一定要做得到 這個是成人的一個承諾 當我們和小友說 你要怎樣 大佬說到我們的時候 就隨隨便便 那是不是很兒戲呀 所以我覺得 好 先把我們的目標講出來 逼自己成長 你才可以帶動火盆 所以當我每天都在這裏強調 每天在這裏談目標 每天的朋友 應該都是發 一百零八個報 你知道嗎 四星八金 三十五個齊心議員長 你會發覺 你每天這樣帶動火盆 那種士氣是完全不一樣 他覺得自己不是成為其中一件 是很如意的一件事 覺得是自己對不起自己的一件事 所以 鎖定目標是很重要 然後以身作則 我才是最重要 你才是最重要 當很多火盆說 當他們考我就考 當他們去我就去 其實不是的 是你可以做什麼 你的狀態才是最重要 所以這段時間 很多其他團隊都會邀請我過去分享 有些人說 你還要給這些經驗分享出去 在傳統可能不行 但在這裏我是很願意 因為為什麼 當你一個市場起 不是靠你一個人 或者一個團隊 當你去燒燒整個市場起的時候 市場會燒回頭 它會燒回頭 當我帶動的時候 總有一些不順利的人 對不對 總有一些觀望的人 但當整個市場燒起的時候 他就發覺不行 我不行 原來每個都行 我不行 那時候他是不是 不覺得老師問題 下級問題 也不是如新問題 就是自己問題 所以我覺得 整個市場體後很重要 所以我跟火盆說 為什麼今年一定要去海外遊 第一 在我們中國市場 是不是20周年 在美國市場 是不是40周年 還有3年疫情 你試想想 我會否會思考 我是如新的老闆 我會做什麼 第一 周年通常都是最厲害的 搞得最隆重 最特別 最意外 第二 疫情3年 他都屈了很久 你知道嗎 明白嗎 他也屈了很久 我們也屈了很久 這個時候 如果他所有的資源 是不是都想市場起 其實包括公司Y 他們唯一的願望 就是整個市場起 他會阻念我們所有的東西 那你 喂大哥 這個就是東風 經常都說做生意 只獻東風 現在東風都來了 你還可以任他吹嗎 當然是吃著這個東風粗 是不是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 一切為我所用 你就是最厲害的那個 你不要出去 那邊 關我什麼事 去那邊 那就是人家的事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 首先自己要定立目標 好 這個也是我今年鎖定的 因為呢 你發財公司 給很多很多個握手 是不是 無論給什麼東西 每個月給什麼活動 你要抓住重點 就像你們香港區的 剛才的那個 三個重點 是不是 一月 所以我也抓住重點 第一 我們今年也是預購 我們的預購 是TME 所以你們很幸福 你們先給我們用 第二個就是暴力示範 第三個就是 陳森鐵力獎 我就抓住這三個重點 無論公司給什麼東西 你就會發覺這些東西 是為我這三點服務的時候 你就很專注了 就等於你們三點的專注也是一樣 無論公司給什麼活動 給什麼優惠 你記住 你就是抓住你們的三點 就可以了 好 那這三點首先就是 就是什麼 除了溝通好我們的考核名單 因為布里斯巴考核 其實都是一個 捉這些重點的做活力 握手 好 第二個 方式和方案 它們清晰了 它們就會知道怎麼去考 再關於什麼 我每個月問公司拿數 我每個月抓的 你知不知道我恐怖到是什麼 每天六點鐘起床 就在一個 因為我建立了一個群法助手 所有要考核這個布里斯巴的人 都在這個群法裡面 然後每天六點鐘都哭怕 起床是不是 還熱了 出門 還想睡 哇 那些人很害怕 彈彈起來 Media叫我了 他們都哭怕 好了 見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問他們 你會不會覺得我很恐怖 現在你覺得我很恐怖 很大壓力 你就欺負我了 對吧 因為總點過濾一些人 對吧 真的想衝的人 他是不會介意你 每天叫他 他反而希望你給他壓力 但如果真的害怕 沒有必要逼他 就讓他先休息一下 對吧 要衝的人去衝出來 總有需要故事去帶動 有些人就真的被動 被拉下去 不要緊 我們先做拉動別人的那個 對吧 先帶動一批願意的 那還有一件事 我為甚麼會有些人會願意配合 我一定要比較清晰 你的目標是甚麼 得過之後 最大的得益是誰 是不是他自己 你是考核完 你是拿下你的獎金 不公益了老師嗎 對吧 其實最大的得益是他 所以你要記住 無論你哭怕也好 老師也好 所有人都圍著你 要去協助你成長也好 是不是都是為你而設定 在幫你 因為我們做過傳統生意 我們對比很大 真的很想人幫你 是沒有的 下井下石就很多 你明白嗎 但是在余生 真是傻的人 在床身邊圍著你 在哄你 然後就要幫你 真的只有余生這麼傻才有的 所以感恩一下我們旁邊 那個在幫你 在給壓力的一個 是不是 我講的 我好想 好 好 就是這件事 知己知彼才是八戰八勝 甚麼是知己知彼 你要很清晰他的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作為老師 可能突然間有個拍檔 就說 老師 我的客人也不配合 他也不衝 不如你跟他聊兩句 有沒有發覺 突然間 蛤 我也不知道跟他聊甚麼 因為你不理解他的情況 所以必須要有很清晰他的數據 我每個月 EB很配合 不知道公司找不找他 偷偷地說 真的我需要甚麼數據 他都給我 然後我就可以根據數據 可以看到他有沒有做事 有沒有增長到業績 有沒有入到人 有沒有入到Q Q 有沒有協助到Q成長 真的會去看 看了之後 包括甚麼 原來他的架構已經可以進階 可能他看不到 我就會及時提醒他 所以我是將他的組織架構圖 做出來的 然後每個月發給他 提醒他 你已經到哪裏 你已經到哪裏 你可以進升了 你下面已經出了大部門 你又可以下個月報復怎樣 他就很清晰 接著我都會跟他說 細節我幫你爹 我就是你們的最強大佬 你去前面衝吧 後面有我 你明白嗎 他就很安心 後面有些甚麼 我就可以看著 當時剛剛開拓的時候 EB和老師都會擔心 Mandy 你這樣爹不行的 你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 那麼大家 那麼多人 你爹不了那麼多 你不如給下方 下級吧 以前我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對咯 如果我代替他 他懶散不懂得做 那怎麼辦呢 後來我這次 我做 每個人發揮每個人的所長 他就不懂得看數據 那麼衝 我懂得看數據 我幫他釘 是不是 但當 我都跟EB和老師說 我說你放心 最多三個月 當我釘多三個月之後 那老師就會複製 果然現在發覺 你知道這下級 每個月都跟我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拿 查半年的齊心理力 做一個考法標準 老師你可不可以給我 新星人的名單 開始會釘數據 你知道嗎 其實因為 所有的複製 不是你講 給他聽 他就懂 是你做給他看 他就懂 所以當我在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的過程中 他們是不是不斷地學會了 所以我很害怕 我後面又沒有工作 很寂寞 是的 好了 所以很清晰自己 要做什麼 你就要 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 要成長還是要面子 你這句話 真的很打動人 我有一個拍檔 他做了兒生十幾年 就是VSR 從來不成長 又不帶下級 有下級都不理 所以下級從來留不到人 但是當這段時間 他見到所有人都要在這裏衝 你知不知道 我的朋友圈是很恐怖的 一到月尾 恭喜誰 又達標了幾多個月的暴力示範 恭喜誰又創了一聲 恭喜誰又翻聲了 嘩 著了一聲 你想想 每到月尾 整個朋友圈都是人頭 都是晉升 都是進階 他是不是覺得自己 應該成為其中一員 所以當他自己 也設立目標要衝 他知不知道 他在神會的時候 分享他哭 他哭什麼 他說 我不怕沒有面 我也不怕沒有錢 我最怕就是不成長 我發覺如果這段時間 我不跟著大隊去衝目標 我就是不成長 但是發覺 當我衝的時候 我從來不理會 這個下級 突然跟我說要配工具袋 要去參加聚會 要去學習 原來當你成長的時候 你的拍檔是會跟著來的 還有一個伙伴 這個例子也很特別 不叫 我不知道 就是在五千營業 一個 其實他就是寵物店的老闆娘 你說沒有人 沒有資源 沒有能力 是假的 其實就是沒有狀態 但是當他做餘生的時候 做了兩三年 都是五千 跌下去 五千 連五千都維繫不了 但是當他這段時間 要衝目標 你知不知道他一個要做多少 說出來你都不相信 十萬 他 你發現原來當你有狀態的時候 你去衝的時候 是可以突破自己的 連他自己都害怕 自己都不相信 總之他坐地鐵 坐了一下 突然打個電話 跟他說 我現在很想哭 我去找個地方哭一下 然後你去站 找個角落頭 哭一大圍 那不是他哭什麼 以為他被人拒絕 或者是受到什麼打擊 他說 我被自己感動到 我根本不知道 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勤力 很厲害 被他哭了 真的會這樣 你會發覺 那一刻我們聽到 是不是很開心 就是為他的成長 去鼓掌 一個五千都做不到的人 竟然可以 五千都做不到的人 可以做十萬 其實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公司 同一個產品 同一個插手 不同的是什麼 狀態 所以你會發覺 狀態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有狀態 你會發覺 遇人殺人 遇敵殺敵 沒有人可以難倒你的 你明白嗎 所以你一定要搞定自己 不是搞定別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所以 好了 所有 我這段時間 有些人跟我說 老師我也想要的 老師我也想衝的 但是 其實當你說但是的時候 你後面加個蛋好 懶 就不行了 是不是 就這麼簡單 一切都是懶 講多話做什麼呢 什麼藉口 你老公做什麼 我媽媽做什麼 其實就是你懶 不要說那麼多話 你想不想要 你又想要 你又懶 哪有這麼 像素的東西 是不是 有啊 都不應該應我 是不是 應該應上一輩子 拯救了地球那個 我們又不是 是不是 所以都是踏實地 好好的勤力去做 我們勤力去博散的時候 你會發覺一切都可能 是不是 好了 然後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跟你們一樣 都是掌重點和握手 握手 是不是 因為你一定要利用公司 這些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是公司 為什麼這麼傻 又扔錢又扔人力又扔資源 就為了我們做生意 你如果不去利用 你更傻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好了 他有什麼資源給我 我當時是怎樣握的呢 我和你們一樣 你們是不是8月有銀購 那我們也是上半年 有TIME的銀購 銀購每一款產品 其實這些是商機型的產品 你們自己都用開 你知道的 又好用又好賣又好手 是不是 那好了 這個產品就是烤毛磚 那怎麼用呢 首先是生意份 我們是經理才有20號的 那我是不是要大量去創造經理 去拿子彈 TIME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打贏這場仗的子彈 你的子彈越多 你這個戰場 就等於 你有一支機關槍 你還有成功庫的子彈 對面拿一支這樣的部槍 好興奮走過來 他都掛到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的子彈越多 是不是越好 所以 好了 子彈怎麼換取回來 是不是用人去換取回來 所以我們就要佈局前面 要大量去成長 去協助所有伙伴 有資格 我都是自彈 所以我們4月份的經理 為什麼會一下子出這麼多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明白 我要去搶子彈 所以我們是從4月 然後5月佈局什麼呢 7月我們又有SR每個10套 我們之前用人去換子彈 再用子彈去換人 因為7月份是不是一個SR10套 是不是我們要開動這麼多的市場 換取這麼多的SR 才可以拿到這麼多的子彈 當我們7月拿到子彈之後 是不是可以利用子彈 下半年再打贏這場仗 所以全部是這樣佈局的 所以我計算了一下 特別我剛才聽我們的科學家 在這裏說的新產品 我去看 哇 太棒了 你知道嗎 我們有五千多套Tiami 五千多套Tiami 是不是有五千多個市場 五千多個市場 是不是未來佈局 你們後面的這部儀器 是不是 剛才有個加號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那個加號 心裏是怎麼想的 我的加號就是 哇 太棒了 我的潛在客戶已經在這裏了 我只要這個產品再扔下去 是不是昇華 所以 後面是不是佈局很重要 所以我們做任何生意 我真的原心當下生意 是要有佈局的 不是說隨遇而 我做到哪裏 我去到哪裏 如果只有你沒有一個方向性 你的伙伴就會迷往 對不對 所以公司給我們這麼多東西 我們要好好利用的時候 一佈局就行 所以為什麼會是成長五倍 因為剛才那些伙伴說 有些老師問我 我們現在考補女士班是多少 六月份的時候 我的目標是八十戶的 但是最後考了六十九戶出來 你知道我哭了兩小時 沒有心機 這麼差的 為什麼我自己沒有目標達到呢 接著EP還要安慰我 你現在好好的老師 你知道我們一月份只有七 我開考而已 對 六月份已經六十九戶了 五倍成長了 還要安慰我 好吧 那我就聽你了 不過不要緊 我根本要繼續充八十 因為為什麼 我的目標是一百零百 很多人以為下半年還有時間 不是的 九月是最後一個月 所以還有兩個月時間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目標鎖定 這個是學鐵點 是不可以變 不可以變的 等於什麼呢 什麼叫鎖定目標 目標定了之後 你就不變 中間用的A計劃 B計劃 C計劃 不要緊 A計劃不行 就聽Plan B上 總之 達到目的一定就是要的 你會發覺有些人 結果計劃不不變 結果不斷變 有沒有這個 你會這樣的拍檔 哎呀 遇到這樣 哎呀 我就鎖定五十戶 你會這樣不行 我就十戶 是不是不斷變結果 你會發覺過程不重要 結果一定不可以變 因為我跟拍檔說 我最後一百零八戶 我是不是有一百零八個名單 那如果我最後考了八十戶 我是不是放棄了二十幾戶 你想我放棄你還是放棄他 我一個都不想放棄 就這麼簡單 我都敢不甘心 我不想放棄你呢 難道你想放棄自己嗎 你發覺做餘生只有自己放棄 自己是沒有任何人會放棄的 是不是 所以還有一個最恐怖的一件事 我上個月拉了個名單 69號裡面 已經有二十幾個是新名單 不是在一百零八個月有名單裡面 有二十幾個是今年才入職的職 衝布里斯班 並且落下的 所以你說 如果你救人你都不催 你就看人進去 看人開心 我們做餘生 是為了你 很開心 他們去世 可能是有 是不是他們的股長 不是的 你為什麼不可以呢 是不是 別人可以做到的事 我也可以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包括我們要祝愛回頭 這就是我今年鎖定的幾個重點 所以一定要清晰公司的握手 了解團隊的狀況 重點就是一定要目標設定 然後一定要跟進 我是每天跟進的 不斷地跟進到每個人出來 還有一件事就是什麼 上半年信的夥伴 就已經成聲了 衝的創性了 全力以赴的已經翻聲了 所以今個月我們會出現很多 是成聲、翻聲、創性 是一寸的 現在很多已經是一寸一寸的出 因為為什麼 當我一月份只有七戶的時候 我不是說沒有人信的 就只有那七個老人家 級別也很高的那些 還怎麼辦呢 不信都辦到信 好了 但當我們故事一創造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不信的那些 是不是開始都信了 到後來你發覺 有些新來的拍檔 是直接就成聲、創聲、翻聲 因為新人的那個 它是未光的水泥 它就是一張白紙 你怎麼畫 它就是怎樣的結果 你明白嗎 當它來到的時候 整個氛圍都說 很難的 它就在那些紙石石 很難兩個字 然後它就覺得很難這個生意 但它一來發覺 你又得了 你又得了 你又創了新人 布里斯班是不是可以的 可以 每一個來到的規劃 就是衝布里斯班 所以每一個人來 說要1000多多AO 或者是要成SR 每一個人來 就是要衝10萬 你明白嗎 接著它一衝 就跟它說 你可以再創造10萬 再翻動10萬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 我可以 你的生意 是不是就是 翻了三倍 我們有個拍檔 它的老師 要去成鰻魚 但是 他要去談的時候 那些拍檔是不相信的 他是覺得 老師哪可以的 這樣 你考學鰻魚 我要成經理 甚至我要成大部門 好像不可能 因為 要衝鰻魚的這個老師 他自己都是問水的經理 就只有那四個部門 你無緣無故要衝鰻魚 然後要創造奇蹟 哪有可能 我當時就跟他說 我說你去找到 你的橫牌裏面 你覺得最弱的那個 但是他又很容易配合那個 你用全的衣服去協助他 因為為什麼 當這個弱 因為有些人 覺得自己都可以的 好像我是天花瓣 其他都一般 你發覺他的動力 就是到這裡的 你明白嗎 但是當你一看 他覺得很弱的 發現現在衝了上來 他就覺得 他都覺得 不是吧 我能力強他這麼多 我是不是應該更得 那你發覺 所以創造故事很重要 當他全力以赴 把這個拍檔創出來的時候 其他全部上去 你知道這個拍檔 成長是怎樣 一月份只是一個EXA 上個月表彰總監 還要是陳心熱力獎 還要是創兩星翻一星 你明白嗎 所以 好了 其他人看的會怎樣 總之我們再審 幫他鼓掌 當然不是 他心裏發滴血 我鼓掌 他有很可能看東西 我要去做事 明白嗎 然後就互相刺激 大家大動上來 所以一定要創造故事 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 然後 好了 現在上半年 我們發覺已經創兩星了很多 齊心熱力獎 今年的目標 是最少三十步的 對吧 你發覺當你衝的時候 所有都是一切有可能的 那 還有一件事 要讓那些伙伴知道 他都可以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發覺 很多拍檔做不起 是因為他抱了自信 他被過敏的紀念 毫滅了自己的罪氣 即那把刀刪了瘦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要逐個逐個傾 首先跟他說 你過去這麼多年的累積 你所學到的知識 是沒有人可以拿走的 明白嗎 即你已經是給很多新的人 哪怕你現在跌回SR 甚至你跌回重新開始 都沒有問題 你的知識在那裡 拿不走 你的能力都在那裡 你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鏈拉開 把自己真的那個 走出來就可以了 你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我沒有叫你去做別人 或者學誰 你就是你 你就是做回自己 全世界只有一個你 你知不知道你很強的 真的我會跟他這樣說 所以那些伙伴一增強信心 你會發覺 是啊 我真的可以的 Mandy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我就會說一句話 我做完生十九年 與人無數 誰可以 誰不可以 我眼睛看出來 所以我覺得你絕對可以 很厲害 但這句話很討厭 不是開玩笑 雖然他知道我每人都說 但你真正對著他說的時候 你是發自內心 你明白嗎 你不能想 我一會兒要跟他聊些什麼 我想一想 其實真的不是的 你對著他 看著他 看著他的眼 用心去跟他講話 那一刻 你是會眼部濕論的 你是真的會紅的 你真的很想他成功 你真的認可他的 你明白嗎 所以那一刻 你不需要什麼技巧 不需要什麼很華麗的詞語 你就看著他 他就相信自己可以了 你發覺當他覺得自己可以的時候 他衝出門口的狀態都不一樣 你發覺他出去聊天的時候 他的眼睛是有光的 所以那些伙伴說 老師 老師 我聽了你之後 他本身說過很反對 我天天碰我冷水的人 我今天跟他講話 我發覺我就是有光的 他馬上給我買了一張靈芝 所以反正有變成我 是狀態變成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衝目標 因為目標是可以帶動你的狀態的 當你一定要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個人 你會變得全力以赴 你會變得全世界是助力於你 你會變得你真的很想去幫每一個人 你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我們所有人去衝的時候 有沒有找到那種feel 其實我們每個在座 坐在這裏 你們已經很優秀 你們可以坐在這裏 是不是已經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優秀 很優秀的那個 你去想想你最高光的一刻 你說的東西 你的狀態 你就堅持下去就可以了 有很多時候我們上的位置 衝過去 又回來又跌回 是因為你衝海外入去的狀態是這樣的 回來之後你的狀態是這樣的 所以才是跌 明白嗎 並不是它跌 是我們的狀態沒有了 你試想想 你把這個狀態維持下去 所以EPU說 如果多幾個小時 你這麼瘋的老師就好了 老師一定要瘋到今年 我說不好意思 我瘋到上千萬了 你放心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我是很優秀的 現在的感覺 每天都很充實 很多事情做 你知不知道我在哪裏 晚上有時候 真的一兩點 還跟那些伙伴聊天 早上五點 就起床在那裡聊天 然後EPU說 你不用睡的嗎 我說不是不睡 是那些伙伴不睡 我不敢睡 真的 你有沒有發覺 是狀態可以大動 這個就是我們 你看看 那些時間 凌晨兩點幾 早上五點幾 六點幾 點幾 點幾 五點幾 這些是個別的 看到的個案 真的每天就是這樣 在那裡 不斷地溝通 不斷地溝通 那些伙伴 什麼都跟我聊天 然後呢 每天都鼓勵他 然後我裙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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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 我裙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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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擔心我們五十多歲的老人家沒有教訓 我們不用睡的 所以你會發覺每天看見伙伴成長 你會很開心嗎? 然後那些伙伴生日做甚麼? 談吧 做甚麼?做事吧 甚麼都要做的 回頭還有一個說話 你會發覺我經常跟伙伴說 以前我們做完新的中國有句話 就是吃飯、睡覺、餘生 我以前的理解就是 除了吃飯和睡覺 就是一定要做餘生 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當我們衝起的時候 吃飯都在談餘生 睡覺、發夢都在想餘生 你知道嗎? 我每天發夢都很清晰 因為剛才在夢裏 跟誰的火候溝通都會在 每天都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吃飯、睡覺都要餘生 所以當我衝的時候 有個伙伴跟我說 Manny Manny 我都不明白為甚麼人類要睡覺和吃飯 如果不用做這兩件事 就好了 全都拿來做完新的 因為我覺得時間夠 所以 好了 又回到我們香港區的拍檔 這個是我們今天提及的三點重點 所以後面也是一樣 當我們捉了這些重點 你會發覺 我們現場這麼多位優秀的老師 當我們將我們這三點做得很好的 複製出去不得了不得 真的很厲害 剛才我跟這個老師說 剛剛訪談的老師很優秀 我說你們這麼優秀 你們的個人能力這麼強 如果你們可以複製到十個呢 一百個呢 一千個呢 將你們每天做的事 將你們優秀的事 都可以複製出去 就是一個很好的市場的複製 和商機 市場的倍增 關鍵是我們每天都在幫人 你想想如果有一個好像疫情的影響 可能家裡供不起樓買不起車 或者是甚至經濟出現困難 但是由於我們的幫助之下 可以解決這些 我覺得真的是善事來的 我們是造福人間的 你明不明白 是啊 所以這個需求很大很大 所以呢 我們三點重點 又同一樣東西都是掌重點 掌重點之後呢 它開始複製提升領導力 做好肉人留人的工作 所以這些呢 公司不斷地說了 我就不說了 我是覺得呢 我們在座每一位下一個目標就是 維也納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我們不只是自己去的 公司的禮物是否可以平氣啊 你想想 如果只有你自己一間去到 哇 很開心啊 我來到維也納 起床一聲飄 沒有人和你喝的 什麼感覺 我想問你什麼感覺 想找一張 撐死自己 為什麼我不逼我拍檔一下 為什麼不協助他一下 二一刻我一開庭 就有人和我敬佩了 是不是 所以公司很絕的 所有禮物都有意義的 你都很開心 拿那些禮物當作算數 但是 一定要讓你發生 你最後最大的後力 所以呢 一定要問清楚 Why are you skin 我們是來無知經買貨呢 還是來看別人的海外遊 還是來見證別人 如生的美好 關我什麼事 不是嘛 是不是 還有 你不要以為 當我們做不好的時候 人家只會覺得什麼 哎 騙人的 吹水的 如生騙人的 喂 大哥你做得不好就算了 你不要淘汰如生 才可以的 每個人都做得很好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它 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是大哭哭 是不是 大哭哭 怎麼說 怎麼說 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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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直接騙子了 我們不是的 如生真的很好 我們至少不要被人這樣 是不是 一定要做成功 所以很多人說 如生好 還是不好 是由你講出來 不是 是你展現出來 是不是 所以如生既然這麼美好 我們有這麼能力 這麼強創在這裡 我們就要用更好的美好 呈現出來 我們要帶更多的人 去圍一立 所以每一個在座 你去一下 就是對的了 是一定要帶人去 明白嗎 我不想令個個 自己坑中一下 所以 持續穩健發展 我們長久 去運營 所以 我們分享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謝謝